- 歡迎收看 - 蜜蜜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祖霖 我是千恩 - 侃侃只想跟我去錄影 我說曉得不好意思啦 - 這樣不刺激 - 你也不給我弄啊 - 妳也不給我弄啊 不過在看風景 最近想買一台重鑽 這樣啦 對啦 你比較像 來...表演一下 這樣 起重機這樣 抬什麼線 抬十四線 七... 好 過彎 好 這樣... 你怎麼回來了 我在唱警頭啦 沒有告訴我是 你就不會出去了 不會啊... 亞蘭姐載我 旁邊都有人在... 都有人在拍耶 人家都載美女 我是美女載我 沒有什麼 我是皇帝載你一輩 砍砍砍 這樣漂亮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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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 唉唷... 好啊 妹 唉... 很累 一開始就這樣 最近超流行超紅的一部影片 叫山道猴子的一生 對 你們家如果年輕人騎自動車 他到底在想什麼 你要上去看看 到底這部戲在紅什麼 我們今天也要討論一下 超紅的 有的人花花世界 好像很影響怪 但是呢 我們老師的老心在在 首先歡迎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以及周映軒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唉唷老師我就不知道了 老師好 帥哥...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花花世界誘惑這麼多 他們告訴你 別讓假象把你騙走了 來 首先歡迎我們的 游潔彥 游律師你好 歡迎 謝謝 歡迎江基云 江老師你好 歡迎 好 跟我們有我們最愛的 林玉峰 小楓你好 小楓 這個YouTube上這部 超過千萬點閱率 千萬次觀看 爆紅那影片的 山道猴子的一生 一個動畫片 這奇怪 到底在紅什麼 我就來看一下 原來真的講到很多年輕人 的心聲 他們在幹嘛 我們有年紀的要看一下 我們騙過來 對啊 我們有年紀的 要看一下 一個動作在過來 對啊 我們就問一下 玉峰說 這部動畫之所以這麼受歡迎 是不是因為它太寫實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山道猴子 我們現在來講什麼叫山道猴子 他講的故事就是說呢 大家要去抬起椅線 要去那邊甩 然後在那邊抬車 然後在那邊過彎 可是呢 他們都是很窮的小朋友 所以他們都騎塑膠車 所謂塑膠車都是 125的那一種 可是125你看喔 他們想要模仿那個GP500 就是你過彎的時候 應該整個身體一起下去 那個叫壓車 對 要壓車嘛 要Cup 5下去就對了 可是因為他們騎的是塑膠車 他們不能壓 所以他的車子沒有動 但他人在壓 所以像不叫猴子 就像猴子 掉在樹上面這樣看你 所以就叫山道猴子 是這個意思喔 所以大家在笑他們說 你沒有辦法騎那種重機 重機才可以整個壓下去嘛 所以你的車子沒有壓 你是人在壓 所以這變什麼 像猴子一樣掉在樹上 所以叫山道猴子 是這樣 對 所以騎車的 還會有錢的也笑沒錢的 對 所以其中有一個男主角 他就是不想要再騎塑膠車了 他就是在大夜班打工 瘋狂的加班 去買了一台重機 公升級的 什麼叫公升級的 就是1000cc的 跟125就不一樣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的壓車 然後就會很多人幫他追焦 追焦手 然後最後就有一個妹子 就愛上他了 然後妹子愛上他之後 就開始洗他 然後在過程當中 他們每一次就是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妹子 第一個 第一個妹子的時候 挖他的錢 對 就挖他的錢 每一次就是他們兩個 那個恩愛完之後 他就會跟那個男主角講說 可是我沒有錢噎 你又噎叫你不要噎 你又噎 排錢男 對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說他也想跟他一樣 騎檔車也要改車 然後這個男生繼續去借錢 他都沒錢他也借他 對 可是他就講說 在那個 你也只會跟那個 對 沒問題 在那個事情過完之後 你怎麼可能 前面 他在山道上面 帶著妹子的時候 旁邊還有朋友在拍拍手 對 這些都是宅男的 最厲害 所以他不可以這樣子 可是當初他買這台重機的時候 也是怎麼樣 去貸款的 對 然後他也沒有錢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看到兩個字 就覺得跟我們一樣 叫什麼 全額貸款 他們想買重機 他本身也才 沒有錢 也才只是在Seven 大業班打工的年輕人 他的現象就是希望人家看到他 對 然後那個 沒有錢去借 把妹的時候 又怕面子拉不下來 對 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其實像我自己也想要買一台B&W 我們那時候在電視台 跑新聞的時候 所以你也是三大猴子 對啊 我也輸到 然後咧 然後就沒有錢 就全額貸款 對 然後就整個去找那種二手車 然後就全省看 然後明明就是 我上網看 台中有一台B&W 318i 去之前仔細問 拚命問到底有沒有這台車 我明天幾點的客運下去 可以看到這台車嗎 誰叫你買B&W 對 我們去了之後 永遠都找不到 他說這台車剛賣掉 後來我們是在台北找到 可是找到之後 然後他馬上就告訴你說 不用擔心 你不用拿錢出來 我給你全額貸款 然後就跟三道猴子一樣 可是我說我剛上班有辦法嗎 他說不用擔心 我幫你強力過鍵 什麼叫強力過鍵 就是說你沒有那個資力 我剛剛上班有辦法 核貸下來嗎 他就說幫你強力過鍵 對 然後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都覺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就跟三道猴子裡面遇到的 那個資產老闆一樣 對不起 這種貸款我就不清楚 這樣子對全額貸款 對這個人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他不用拿錢出來 對 不是啊 對那個願意 他給你很高的利率 一般可能大概4% 5% 他給你拿到8% 9% 可是你就沒得選 因為你沒有 對 你沒有本金嘛 所以你就只好去接受 我那時候買B&W的時候 也是這樣 其實他也是跟我講 50萬全額貸款 強力過鍵 你那時候幾% 我那個時候 其實他跟我講的時候 大概也是8% 所以你的虛榮心 戰勝了那8% 對 對不對 反正你現在看到一台B&W 你就可以幻想說 我這台車開出去之後呢 就會交到女朋友了 對 然後大家就會羨慕我了 所以你那時候只看到了 這一個開心的一面 你就忘了說那個8% 你可能到最後根本還不出來 所以你老婆是看到B&W 才嫁給你 沒有耶 他那時候 他不是白來 那時候不是那一台 是另外一台更貴的 其實我後來幸好 有遇到一個貴人 還完了 有 有 他那時候是另外一個朋友 也是車友 他就說你不要用車去借車貸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買房子就是用房貸 你買車子就是用車貸 他說他看到我的名片 他說你在電視台 你應該去借信貸 就是你用信用貸款 那種名片貸款 我說那差多少 他說如果你可以在半年內 還完的話 只要1.8% 差那麼多 他就是 我看這個其實也是 銀行的陷阱 前面六個月1.8% 第七個月8.1% 所以你就 他只講前面沒講後面 對 但是他有提醒我說 你要不要拚拚看 50萬 然後六個月把它還完 我那時候就是拚了 到時候我都根本沒有錢吃飯 但幸好有還完 如果沒有還完的話 大概就跟主角一樣 到時候那個8%這樣滾下去之後 你知道七二法則 8%很快 你就會從欠50萬到欠100萬 然後再過去就是欠200萬 然後400萬 就三道猴子小瘋了 是 因為前面一個 小小的虛榮心 對 來 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比較沒有辦法抵擋誘惑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比較沒有辦法抵擋誘惑的星座 那麼請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還有金星 那麼這個圖板 大家男生女生都可以參考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 三道猴子的話 一定會猜想這個主角 到底是什麼星座 那我覺得這三個星座 都有可能出三道猴子 大家來看一下到底有誰上班 你們去的機車夢遊 一定的 我們上大學一定要有一台機車 不然你去夜遊 你要抽鑰匙 你要拿什麼出來給大家抽 拿衛生紙出來抽嗎 你要有機車 你才可以跟女生去夜遊 所以這是男生的基本配備 對啊 如果沒有人家說你在哪裡 找得這麼忙 對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APP 等你喔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 三道猴子的話 一定會猜想這個主角 到底是什麼星座 那我覺得這三個星座 都有可能出三道猴子 大家來看一下到底有誰上班 來 第三名呢 射手座 恭喜玉峰哥 玉峰哥上班了 直接命中 對 對啊 直接命中 射手座 這個上升也告訴你說買啦 買啦可以啦 這個只有小小聲說 要不要考慮一下 然後就把他打走 最後就買了 好 來射手座的特質 為什麼沒有辦法抵擋誘惑 因為跟他的性格有關啦 貪圖享受 而且呢 喜歡 炫富的感覺 其實剛剛玉峰有提到 就是說 剛剛入社會 其實呢 能夠省一點就省一點 但是呢 他的想法不一樣 他覺得說 我要剛入社會呢 就要跟大家來展示出我的這個實力 那麼如果是說能夠有一台跑車的話 不管在職場當中 會引起這個老闆的一個這個嘉許 或者是說在人際關係的交往上面 也比較能夠攀附權貴啦 射手座的特質呢 他有一種比較喜歡 即時享樂的感覺 所以呢 他在誘惑面前呢 其實比較沒有辦法去抵擋 那麼也可能會容易呢 遇到這種 這個吃喝玩樂的朋友 來看第二名的朋友 我們看一下 來 雙子座的朋友呢 也會抵擋 難抵擋誘惑 我們的這個技能有上榜 為什麼雙子座 沒有辦法抵擋誘惑呢 跟他的性格也是比較強烈有相關 因為雙子座的特質呢 是好奇心比較強 都想要嘗試哦 如果是說開塑膠車的 有一個這個升級版的車 要不要來試試看呢 雙子座說 好來試試看哦 或者說有一個進口跑車 要不要試試看啊 他當然覺得 那不然來試騎看看 所以整體來講 好奇心會觸動雙子座 來接受一些這種比較 超過他現在能力標準 能夠去適應的一些這個 這個一些產品啦 所以整體來講 他呢都會想嘗試 就會有一些受到這個引誘的可能性 來看第一名 我們看哪個星座 上吧 雙子座的星座朋友呢 也會比較難抵擋誘惑 那麼雙子座的特質是在哪一個部分呢 他是意志力比較弱 容易被說服哦 比如說雙子座朋友呢 在跟銀行借貸的部分的時候 銀行跟他推出說 你有一個這個方案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哦 那麼他的意志力會比較弱 他就覺得說好啊 如果說這個方案可能比較優惠 可能前期是優惠 但後面呢可能償還壓力會負擔比較大 他身體來講容易會被說服啦 不管買任何的產品 可能超過他現在能夠支付的一個能力 但是呢他就是意志力比較弱 就會被說服 所以呢也是比較容易出現那種抵擋 這個難去抵擋誘惑的現象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射手座雙子座以及雙魚座 都會容易出三道猴子 請觀眾朋友特別小心囉 可能觀眾朋友你兒子 還是你到底年輕人 他的機車到底是貸款來的 還是你給他錢買的 你就要問一下 你問一下 那你隔壁不是你啊 他很聽一下 他說那三道猴子 你有看過嗎 就說我 我也是 就慘了 來這邊問一下尤律師說 你個人有一個案例 是真實版的三道猴子 真的 其實真的是像玉峰講的 年輕人真的會有一個夢 一個夢 一個機車的一個 一個嚇趴的夢 年輕人機車夢有什麼 我們上大學一定要有一台機車 不然你去夜遊 你要抽鑰匙 你要拿什麼出來給大家抽 拿衛生紙出來抽嗎 你要有機車 你才可以跟女生去夜遊 所以這是男生的基本配備 對啊 你如果沒有人家說你宅男 對 他是剛畢業沒多久 他其實找不到工作 就在那個便利商店打工 然後他想要坐專一點 他就去做那個大夜班 那個時機比較高 可是他去坐坐無聊 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想說要買一個機車 買一個重機來消遣 他就去買了 買了之後 因為他真的沒什麼錢 他去那種二手電 二手機車行 重機 重機 買二手重機 但是如廷哥你剛剛講對了 那個其實二手車的水 真的很深 他去買了之後 他也很聰明 他會說他會跟在合約裡面 他有簽合約很聰明 他合約裡面說 那個重機裡面 他是不是失誤車 沒有泡水 重機那個車行也跟他保證說 這個車子都沒有瑕疵 他就很開心 就開一兩個月之後 重機開始出問題的 出問題車行就不認帳了 就說開那麼久 但是你自己騎車自己摔倒 自己摔壞什麼的 當然他也沒錢去告車行 他就自己修 結果越修越修 越修越多 他沒有錢修了 沒有錢修怎麼辦 他就可以去借款 他就貸款去修車 重點是 貸款修車那也是小錢 那也是小事 重點是因為年輕人 開始有車之後 就開始嚇怕 就會開始加入網路上 很多那種車劇 有沒有 加入那種 那個車友會有沒有 車隊 車隊 對 加入車隊 然後每次加入車隊幹嘛 但是車子就停在一排 在那邊比較 這個車你改 這個要改 那我也要改 這個車不錯 真的... 我跟你講 那個我以前不懂 真的 你那車子擺在一起 人家 人家那個燈怎麼那麼漂亮 我們這個燈圓配 怎麼那麼醜 我們有人看自己 不覺得很醜 看到人家很漂亮的時候 自己覺得 為什麼 不行 會有家有傷害嗎 會 真的喔 會 都會這樣 然後所有的零件 好多好多 我就不會 人家拿薄金包 我拿塑膠包 我也沒關係 幹嘛比 自己造成一個夢 這是一個夢 這就是一個夢 重點是他那個車友 那個LINE群組裡面 裡面其實都會有那個車商 改車商 改車商每次 他就會傳改好的車 在圖片裡面 他說今天某某車友 又到我的車廂裡面 改得多嚇啪什麼的 真的看到他就很心動 每次不管車劇 或是打開LINE裡面 早安就看到人家 昨天改的車多麼漂亮 他就很心動 他也想改 沒錢改怎麼辦 他就上網去搜尋 那種小額貸款 然後小額貸款之後 你再說 就開始跟他聯絡 就說我想要借錢 去改車 可是我 孝昱峰講的 我信用不夠怎麼辦 他不是全額貸 他就說 沒關係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銀行帳戶 跟金融友先給我 我幫你做金流 我幫你美化你的帳戶 我讓你的戶頭裡面 有很大筆的金錢 很多筆的金錢往來 可以這樣 我沒聽過 所以當然不可以 我都沒聽過 這也太恐怖了吧 對 他就說 你要做這樣子 因為他都假裝先幫你評估 說你的信用平等不足 所以你要做一些金流 他就真的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他問說 那帳戶你要借多久 他說我只要借一個月就可以了 一個月有密集的幫你做 幫你的信用拉高之後 你就可以帶比較高的金額 存者給他 我的密碼什麼都要給他 對 他就給他 他就幫你進進出 對 他就用網路銀行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 給存者給印帳 他就給他的網路銀行的 帳號跟密碼 他就給他 因為他也怕說 其實他也知道說 他怕說他被他拿去做什麼利用 所以他就想說 那沒關係 我給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 我隨時可以去做變更 對不對 我不想給他用的時候 我隨時把密碼改掉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 他就沒辦法用了 而且他前 他作為方也可以改密碼 對 他們也可以改密碼 對啊 你怎麼丟到他那裡 我還想說他錢進來的時候 我把密碼改掉 他錢就出不去了 然後 你卻有肯 你卻有肯 對 所以他真的把密碼就交給人家了 其實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眼神很清澈 很銳利的人 這種人通常他就是 第一點 詐騙集團看到這種人 他也比較不想騙你 因為騙你 他會知道說騙不過 所以如果說那個 我們一個人這樣屯屯 眼睛覺得看起來就是 很好騙很好騙 當然詐騙集團 他就很容易遍佈在你的身邊 那像這種人 他有時候他看什麼事情 倒都很清楚 真的把密碼就交給人家了 其實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他就收到警察局打電話給他 他的帳戶就變成警示帳戶 就不能動 為什麼 因為他的他的帳戶 的確就被拿去做詐騙 才兩個禮拜而已 重點是他就來問我說怎麼辦 他說真的 他就把帳戶交給別人了 那我就問他說 裡面大概還有 裡面有多少筆金額 其實像這種帳戶 檢調會認定你是幫助詐欺 還有限制叫洗錢的問題 幫助詐欺跟洗錢 對 那我就問他說 可是重點 因為他年輕 然後他也承認犯罪的話 其實在刑事方面 他不會判很重 可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裡面看有多少錢 對 第一個是信用 第一個是被詐騙的人 有多少 被有多少金額 結果他就一看去調 兩個禮拜而已 多少 那個詐騙金額 都高達一百八十萬 那要賠死了 對 重點是 如果你是 雖然說你是幫助詐欺 你是幫助犯 可是你就是共犯的一環 那些被害人 他會 他找上面 他找上面一定找不到 他一定找到這種提供帳戶 最底層的車手 或是提供帳戶的 你都跑不掉 他一定跟他求償 所以你變成說 你行事責任 雖然說不是真的很高 但是你明示 你看一個年輕人 他剛出來沒什麼錢 他就要背一百八十萬的債 重點是 因為他的被害人 全省詐騙 所以他被害人遍布全省 每個去當地報案有沒有 他那段時間就巡迴演出各個 他都要去 對 警察局去做筆錄 他今天台東 明天屏東 後天花蓮 在台北 苗栗新竹 他整整跑了十八個派出所 所以這個人就是 這個三大猴子出完 我就覺得完全就是 三大猴子的翻版 這就是天真純潔浪漫的年輕人 跳到這個恐怖的社會裡面 黑暗面 所以千萬不要加入車隊 這為什麼那麼多奸商 抓一抓 這很難抓 因為這個 他那個 因為現在的通訊軟體太發達了 其實檢調真的沒有那麼的 那麼大的資源去調查後面背後在哪裡 這的確真的很難抓 所以最底層的 其實最可憐 因為他們最容易被抓到 他們賠的其實也最多 所以在呼籲這個年輕朋友 出來社會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千萬 其實這已經講很多了 可是還是不斷不斷的會發生 千萬不要把 因為我們都沒聽過這樣 千萬不要把銀行帳戶跟 跟那個金融卡密碼都交給別人 這樣一定會被認定你有幫助詐欺 好來 我們請教一下周英軍老師 什麼熟面相的人 就是比較健康 一眼就可以看穿人家給他 來 我們來看看 天生精明 能夠一眼看出片極的這樣的面相 就是思維很清晰 應變能力非常的靈活 就是額頭寬闊 飽滿的人 像讀您哥來講 額頭就很寬闊很飽滿 所以你能夠識破他 是因為你其實已經 應該講說你有這個能力 是因為你已經 這個社會的歷念已經很多了 所以說就不會 就不會去貪別人的 但是有些人 像這樣子的人 通常他就是很容易 在治理行間 他會去找出所謂的 合不合乎邏輯 因為有些東西是真的很不合乎邏輯 所以你給我十塊 我給你一百塊 你可以賺到一百塊或是什麼 但是很多很多東西都是不合乎邏輯的 你想想覺得怎麼可能 那就這樣子的之下 他就很容易去抓出他的那個 缺就是那些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啦 是實的是吸的 就很容易去判別出來 只要判別出來 你想要騙他 就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他其實就是很多 應該不是說很精明 他其實是很聰明 很聰明 而且也應該說不貪心 因為他 像這樣子的人 通常那個應該經濟狀況不會很差 那因為有些人很精明 但是因為他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的時候 他想要賭一把 在這賭的中間 通常都賭不過去 所以記得 再來這種就是 精明概念 心思很細膩的人 就是眼神很清澈 很銳利的人 這種人通常他就是 第一點 詐騙集團 看到這種人 他也比較不想騙你 因為騙你 他會知道說 騙不過 所以如果說那個 我們一個這樣囤囤 眼睛覺得看起來就是 很好騙很好騙 當然詐騙集團 他就很容易在遍佈在你的身邊 那像這種人 他有時候他看什麼事情 到時候很清楚 而且他也很快速 很能夠權衡 到底這個是好或是壞 輕重風險利潤 他都很容易 很清楚的去看這個事件 那因為你很清楚的看這個事件 你就不會去 莫名其妙的就踩進去了 所以像這種人 其實是因為你很能幹 很能力很強 所以說那個詐騙集團 一般人想要騙你 他不會來找你 就好像小偷 你只要把家裡的鎖 再多上一道鎖 他其實就不會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閒時間要短 要多 要麻煩 所以你覺得說 就這樣 他就很簡單的 他才幾秒鐘就可以把他打開 就很容易 我們就不要偷懶 每次倒垃圾也給他鎖三道 對 所以說你的摩托車 絕對不要嫌麻煩 一定要鎖就鎖 所以他就不會有這樣 所以就是像眼睛很清澈 很概念很銳利的人 他就是會讓小偷覺得 或是這些詐騙他覺得你很難騙 他就不會靠進來了 所以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 機智聰明 穩重踏實 鼻樑很挺直 鼻頭很豐厚 像這種人他其實是不癱的 什麼對什麼細節什麼 他都是不癱不會不食 就是你覺得因為很多詐騙 就是因為你癱 如果你沒有癱 你沒有起那個癱念 其實很困難 就剛剛篤林哥講的 我就不癱 不癱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很多詐騙他會設定這些 想要騙你 他一定會設定一個很 很美好的這個景物給你 所以你就是因為癱 就癱那麼一點點 那就陷進去了 所以像這種人 其實他就是不癱 還有就是他就會很容易 就看出來你有沒有在耍心機 有沒有在真的是在騙他 所以像這種人他其實 因為他很踏實很穩重 他不會貪別人的 因為他不貪 所以說有很多人他 再來就是因為他賺錢方面 也比較能力也比較強 所以也比較不會缺錢 我們應該說很多人被騙 不是因為他貪 是有時候因為他沒有錢 因為他這可能他也想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我可能對我的家裡有幫助 他可能是因為這樣子而陷進去的 所以不是因為他貪 但是問題就是說像這種人 他其實有時候賺錢能力比較強 再加上他不貪 不會去貪那些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說他就比較不容易被騙 謝謝老師 但是人生沒有那麼完美的 那這樣齁 那些詐騙的就沒飯吃 對啊 問題是你聰明 你不貪 不過你們好生 你們女兒 對不對 他你保護得太好了 他太天真 太浪漫了 他就會有問題 我們這邊問一下江老師說 年輕人很容易不小心有哪些債務 是不是有學貸卡在信貸 那薪水又不高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現在真的有很多的大學生 都有辦理那個就學貸款 那他們大部分的人 他可能就是畢業後分期付款 每個月還個幾千塊 那大概就花五到八年 才能夠還完 那你想看 一開始薪水少 然後我要還這個學貸 繳房租 吃喝玩樂 剩下沒有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真的就會覺得很厭世 然後覺得活得沒有希望 那再來還有一點點 比較少部分的人 他們真的就是省吃鹼用 然後他就是一有錢 就拼命去還 他用兩三年的時間 把自己的賣生器把它贖毀 學貸 對 然後學貸 然後再來 我還有看過一個學生 他每天穿著打扮很漂亮 我本來以為說他家很有錢 後來才發現他竟然是周低收入戶 而且還有辦理學貸 然後他畢業後有工作 就可以辦信用卡 就還不起卡在 然後到處去跟同學借錢 我們看一下那個圖卡一 其實高等教育師 他有推出一個 就是所有的人他可以學貸 第一個我可以還繳一年 我一年畢業後 第一年我先不還 那再來就是說 我可以申請四年 我只要繳利息 我只要繳利息 緩一年 緩一年 不是說讓我這一年 我除了休息 然後把錢都拿去花掉 然後這邊直繳席 多的錢都拿去花掉 後面錢還是要還的 對 所以有很多的人 他不知道他就去撞遊 然後把這個錢拿去創業 但是我在這邊 我要教大家一個方法 我們來看第二頁 我們把房子 給我看一個 你後面背著這一堆雜物的時候 好像像家傑邊西流一樣 那這種情況 那就是永遠背靠 我們講背靠就是貴人 他背的不是貴人 背的是張腕 就是小人 所以就會被人家牽走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陷入外面的詐騙集團 會陷入小人的陷害 所以說背後 就有這種狀況 絕對要最為力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把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湖 等你喔 但是我在這邊 我要教大家一個方法 我們來看第二頁 好 看第二頁 第二頁啊 就是我們看左手邊 這邊有那個學代的那個金額 二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十一百二 那我們就取中間值 這個六十萬這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喔 在這裡 我如果我每個月還六千五百四十五塊錢 我要還八年 很久耶 我八年才還得完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政府現在有給我們五年的時間 那如果說我現在一個月 我就只要還利息 就是七百多塊錢嘛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現在就把五千九百七十塊錢 這本來要拿去還學代的 我先不要還 我們拿去定期定額投資 我再湊個三十 三十塊錢 我就有六千塊錢 六千塊去投資 對 就可以去定期定額投資喔 那我是不是 我就可以開始幫自己爭取五年的投資 然後創造福利的效果 好 那其實現在有很多的ETF都很優質 很穩健 你要找到這個年平均殖利率五%的 其實不難 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喔 剛剛講的這六十萬元 那我們定期定額 其實因為大家很害怕股市會漲會跌 會漲會跌 那我如果定期定額 我有的時候買在高價 有的時候買在低價 我平均拉長時間 我是不是就買在一個平均的價 對 平均 我不需要賺很多 但是我就跟著平均就好 那在這邊我就舉例來講 好了 我們現在有一張 兩萬四千塊錢的ETF 那如果說值利率有五%的話 那是不是一年就一千兩百塊錢的股利 那有些人會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不舉三萬塊錢的 舉三萬塊錢的也可以 那我就講這個原理給大家聽 而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定期定額 到底怎麼來 我們就把一張ETF 或者是一張股票 你把它想成是 那個玩具店或書局 書局裡面一千片的拼圖 你一片一片拼 你拼了一千片 是不是就是一張拼圖 一張股票或ETF 那所以如果是兩萬四千塊錢的ETF 你就是一股是二十四塊錢 那六千塊錢就可以買到兩百五十股 那如果是三萬塊錢的話 那你就一股是三十塊錢 你就可以買到兩百股 所以其實我們就不要去糾結說 老師你設定兩萬四或三萬 你自己去換算一下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 我有五年的時間可以投資 那五年呢 我在過程當中 領到的股利很重要 我一塊錢都不能花 我要再去買 那我們剛剛講 例如說我的股利是一千兩百塊錢 我就買五十股 你不能花掉買五十股 那我是不是總共五年六十個月 你就開始錢滾錢力滾力 發揮負力的效果 那我們再看看下面一張 就是如果我現在六千元 定期定額五年六十個月 那你在這邊你每一個月 是不是每年領一千兩百塊錢 那我們總共六十個月之後 你呢 過程當中你股利不能花 然後再去買免費的ETF 我們現在不是就開始 錢滾錢力滾力發揮負力的效果 那我們再看到下一張 下一頁 那五年之後呢 我們呢 你會有十六張的ETF 跟五百七十八股的零股 那你第六年以後 你可以配一萬九千八百九 一萬九千八百 九十四塊錢的股利 然後這一些 如果你把它這一些 換算成為它的市值 就是三十九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塊錢 是不是將近四十萬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剛剛不是前五年 我先不還錢了 第六年我們現在怎麼做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呢 我就是把這四十萬 都拿去還 那我是不是只剩下二十萬 對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 我就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下金蛋的額 我不要急著還 那我就每個月有沒有 我一年 我現在不是要還六千五百四十五塊錢 那算起來是不是就等於 三個月的錢 我的這個股利幫我付三個月的錢 九個月我自己用我自己的錢去還 有去賺錢的時候 對 然後再來你看你還了八年之後 你以後你只要不把這個股票賣掉 你每年都將近有兩萬塊錢的股利 對 所以在這裡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畢業的時候 你如果把錢拿來投資自己 而不是急著去還錢 你 我們轉換個做法 你就會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前途一片光明 對 我還是看到前面多有錢 對 我就想要把這個方法提供給 有學代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學會投資對不對 對 而且就是比較穩當的投資 對 學生的學代真的很慘 我那時候也是背學代 然後我一直以為不用還 我當完兵 然後我考進去 你也太天真了吧 他那時候只告訴你說 考上好大學 政府讓你去讀書 所以我就借了 然後我每一學期 八個學期我每個都借到滿耶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住到不良風水 就背债 還不懂得還 來 請教一下陳冠宜老師 怎麼樣不良風水 容易讓人家背债 為什麼有些很多人他家 他也很努力 他每個人都住在那個家 那個房子 但他很努力 有人都一直牽一直成長 但有些人都一直背债呢 一直累積出來 到最後是一個洞那麼大 要填都很難填回來 所以說 容易讓人背债的不良風水 我們把它全部統計出來 最容易出現的第一個就是說 烏厚雜亂堆滿山的 你看看有時候有很多人 好像撿破爛 都每個人都要求 要拚到不敢再求回來 隔壁拚到不再求回來 整境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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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袋撿破爛撿回來捨不得丟了 又撿破都會用 結果永遠用不到 結果把家裡的背後 有時候後陽台堆滿山 我們剛剛看到公益房子 因為我每天在幫他看房子的時候 常常碰到的是 他捨不得丟又沒地方放 但家裡面因為住的房子 以前的老房子都有前後陽台 後陽台堆得滿滿 連鐵窗上面堆得滿滿 看都看不過去了 就像這種情形 對於滿山的狀況你想想 我們把房子看一個 你後面背著這一堆雜物的時候 就像這麼偏心理的一樣 那這種情況它就是永遠背靠 我們講背靠就是貴人 他背的不是貴人 背的是髒亂 只是小人 所以就會背人要牽走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陷入外面的詐騙集團 會陷入小人的陷害 所以說背後就有這種狀況 絕對要特別的注意 但如果前面呢 前面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面前陽台堆滿山的時候 會怎麼 絕對沒有前途 你出去了 小孩出去打拼的時候 你拼不出前途了 那老了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養老 事實上每天都在負債 可能啃老 以前剩的就是每天去 外面乞討一點回來而已 或是人家捐喧一點就吃這一點點 但是你指你這麼年輕 你要讓他出去打拼的時候 根本沒路 出門一出就碰壁 一出就碰壁了 對 有時候我們住房子 一定要選擇居家環境 要打理乾淨 我常常建議說 五年用不到的東西 你都可以丟 基本上你心想 五年你都用不到 你第六年也不會拿出來用 所以這一輩子都用不到 所以為什麼不丟呢 丟得乾乾淨淨的 有很多人想 我拜託我的孫子去找 死了他也把你拼了 拼到沒地去 我去找 不要想這種 我來要起草 我去死了很難苦 所以一定要丟捨得 斷捨離了 丟掉才能夠讓後代子孫 讓你住在這裡面 你能發財 而且還會健康 各位要特別注意 這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第二個來講說 會有常常會碰到的房子是什麼 載後水流氣散 才破敗 你看這房子這是一個水溝 有 這房子有 這水溝 這房子在這裡 你像這裡房子 這個地方背後是水溝 那這裡的河流往這邊 這個水就一直往這邊流 這邊流的時候 這一戶背後是流水 那這一戶人家面的水 人家就會發富貴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些房子 這個這裡會發富貴 這個在虧 那虧到最後負債 我很會賺 賺到買了沒辦法 所以面合的是好的 所以大直那些都有錢人 對 比較合案第一排 同樣的道理 你知道它為什麼 所以說為什麼分前後 對 它這邊是河 它的另外一面一定是馬路 所以你如果說馬路 那我就是店面當然要炒馬路 那我背就是河了 那怎麼辦 那這樣風水就不好了 可是如果說我要面河 那我就是背是馬路 那我進出口就怎麼背 所以房子當中 你要買對房子你會發財 像這種你住在這裡 像這一幅我看到她很會賺錢 每一個女性 她本身在這個地方開店 她每天每天收入 至少都可以賺兩萬 如果賺兩萬的時候 到最後那邊還是負債 讓她兒子拿開店 挖到挖了 挖空 她很會賺 那子女就一直看 就讓她兒子痛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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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她全部拿去用光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住到一個好房子 才能夠讓你的錢 努力辛苦 會守得住 你不然 你身體很好 你很在打拼打拼 但是一腳踩 一腳踩 一腳踩到一個水 把你押在那裡流去 比較多錢 你要流下去也不夠放 永遠填不滿那個洞 所以那像這種房子 就是指你 就一直在用你的錢 那要怎麼改 有很多人會講 我就抓這個 我也沒辦法 對啊 其實很簡單 像住到這種房子 你把這個房子 後面全部給它開窗 變前面 後面 我們要進門那個地方 剩下一個門進來 其他窗戶都給它封掉 對不對 但是你要當店面 又沒辦法 對不對 如果你當住家的時候 你就住家的話 你就前面就剩一個門 一個小窗就好 那整個後面 全部窗改成大窗 那時候你房子就面盒了 所以這個改天命多神功 就是你把房子的方向調回來 自然就拿氣嘛 所以就就會發負貴 那像這一段 這個圈圈這邊的 你看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背後水 這個是砍污水 後面會砍掉 所以你看它就是代表 怕村都會收到外面 又好就會把你的 帶到不好的領域裡面 不好的空間 自然那錢財就會被騙掉 所以說直子的在你背後 那就會大的被牽走 在你只有你背後 是一個平行的話 就是你自己的 可能一般的花錢 自己的用錢不節制 就到最後也是負債 所以說會讓人負債的房子 都是這種空間的關係 環境影響你才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注意你房子的後面 不要有水流 給我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好 好 我真的不是在說 我家門前有小樓 後面有山坡 對 人家在幫你教風水 你說對 對嗎 好 休息一下 儘管我馬上回來 來 我幫你買房 但是你還是要一點頭期款 意思意思去借現代 信代 可是就跟剛才大律師講的一樣 你三萬多 你怎麼可以借兩百萬的信代 來 半年的時間 我幫你做正常的金流 把他洗到你一個月薪的薪水 是十萬 他就幫你做 然後每個月就是一號 或五號就把錢匯進去 然後呢 他上面還寫說什麼 XX公司薪水入帳 他就要做出來說 你好像是一個高階主管這樣子 歡迎回來 你好 來來 講到說人生的陷阱 也是針對年輕人的 對 還有針對 你說有買車的 還有針對有買房的 也有詐騙 年輕人齁你都喜歡買車 重機 B&W 然後呢 騙也騙不多 幾十萬 一百萬 緊繃啊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中年之後呢 想要買房子 看到大家都有房子 都當他的包租工 好青年 對不對 他也想要買房子 三十多歲 一個月薪水三萬多 然後呢 他一直想要買房子 結果呢 沒有投機款怎麼買 他就上網去看 看到了有人在叫零元買房 他那時候想說 這可能是詐騙喔 他就沒有投 後來他就看預售屋的時候呢 建商跟他講 我幫你零元買房 上網看他自己覺得說是詐騙 建商來講 他就覺得那建商是好人 建商要來幫我 他就想說好 那就跟建商一起來買他的新層屋 結果呢 怎麼樣零元買房 他先叫你去做信貸 先帶個兩百萬出來 你有上班嗎 這是預售屋還是城屋 這是新城屋 城屋 新城屋 沒有賣完的漁屋 他就說來我幫你零元買房 但是你還是要一點頭期款 意思意思去借信貸 可是呢就跟剛才大律師講的一樣 你三萬多 你怎麼可以借兩百萬的信貸 來 半年的時間 我幫你做正常的金流 把它洗到你一個月薪的薪水是十萬 那又是要交 對 不用... 對 他那個只是幫你做而已 但是他這次是沒有用詐騙的 對 但是你的東西一樣給他 他就幫你做 然後呢每個月就是一號 或五號 就把錢匯進去 然後呢 他上面還寫說 XX公司薪水入帳 他就要做出來說 你好像是一個高階主管這樣子 然後再把現金領回去這樣子 好 做完了 借了兩百萬的信貸 然後呢 前面 有信貸兩百萬了嘛 應該買房子 後面貸款八百萬 再把你拉出來 那你就覺得你有一個房子的 非常高興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喔 你兩百萬的信貸 利率非常的高 又是跟三道猴子一樣 幾乎是全額貸款 幾乎是強力過見 你一個月薪水 根本就只有三萬啦 你要還這兩百萬的信貸 再加上八百萬的房貸 你加起來就是一千萬 一個月要還到七萬 你第一個月 你就少了四萬 大律師借個兩萬 翔老師借個兩萬 第二個月 雅蘭姐借個兩萬 對 你跟店長 半年的時間 你就沒有朋友了 可是前面還在開心地 家庭派對 我買房子 大家公司 出來就發現滾不出來了 滾不出來之後呢 他就回頭去找建商說 我可以賣還去給你 建商說 你現在說什麼 當初我幫你圓夢 這已經是你的夢想成真的 可是最後就變成噩夢 然後呢 還不出來怎麼辦 跟銀行要展顏 然後呢 要去幹嘛 要去協商 到最後弄個兩年 法拍了 一定是這樣的 一場空啊 建商賺到了錢 銀行也賺到了利息 法拍之後呢 這錢也是全額給銀行 然後到最後 房子兩年耍了一下 房子也沒了 然後呢 負債一千兩百萬 這就是人生啊 有多少蜜蜜多少錢 對啊 但是有些時候 當大家都有的時候 你沒有 你就會想要 拚一下 但不要拚 通常拚不過 那所謂的貸款 其中有一些隱藏的詢問 需要弄清楚是不是 對 其實你去貸款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說 你到底是要做信貸 還是要做房貸 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我那個朋友 是最可怕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講說 你是踮著腳去買房 什麼意思 你比如說一個房子在天上嘛 你要是伸手就可以拿到就好了 可是他用信貸把自己腳掂上去 這個就是超過於能力了 那信貸的利率又很高 所以呢 你坊間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你千萬不能相信 沒有一種東西叫寧願買房 他跟你講說寧願買房 那就是把它拆成信貸跟房貸 那這兩個東西 全部加在一起之後啊 你就會 所以你的頭期款要嘛 就去跟家裡拿 要嘛就跟朋友借 你不要想說用貸款的方式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陷阱 千萬不能做信貸就對了 就是你信貸就是要你有信心 像我一樣 你拚了命就是六個月 半年把它還完 那你年紀輕輕怎麼懂那麼多啊 就是在警察局坐在那邊 喝茶的時候學的是不是 不是 我都那個人家來報案 我說來來幫他們打電腦做筆錄 因為這些東西 太多人被騙了 然後呢 從頭到尾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你遇到的是貴人 其實你遇到的都是騙子 你在警察局 當記者報人家 你在打新聞稿的時候 一面聽聽的都是 最真實血淚的案例 對啊 因為他們來到派出所的時候 要做筆錄之前 要先準備嘛 然後都先來跟我們泡茶聊天 我們就那時候 就一邊問一邊寫稿 真的都很慘 有些人被騙是 幾個月的薪水 有些人被騙是 一輩子的積蓄 那些一輩子的積蓄 被騙走之後 大概人生就是黑白 你是怎麼會被騙過 我沒有 我可以體會 我共情到了 我就很想死 覺得好可憐 來 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一定會把不懂的事情 弄得清清楚楚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板 一定會把不懂的事情 弄得清清楚楚的星座 那麼請觀眾朋友參考 太陽上升 以及金星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來 水瓶座的朋友 一定會把不懂的事情弄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跟水瓶座的性格有關 那水瓶座的特質呢 它是屬於認真的態度 它不想人生過得得過且過 那麼水瓶座這個人生態度 它是非常認真負責 其實是對自己非常的認真 然後對自己的想過的生活呢 它其實有自己的夢想 那麼不會呢 就是得過且過 就覺得敷衍這樣子 那比如說它想買房好了 它就會根據自己的需求 根據自己的能力 去挑一間它可以去支付的一個房子 它並不會像那個別人呢 做一個比如說富豪夢 比如說能力不足呢 卻想要住在水岸豪宅 但這樣的生活呢 其實呢 只會造成自己更大的負擔了 所以認真負責讓他們把不懂事情弄懂 也比較不容易被騙 那第二名上榜的 這個處女座的朋友呢 他也是一個比較 能夠把不懂事情弄懂的 我們的大律師呢 上身星座就是處女座 處女座的特質呢 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這個追根究底的精神 那不喜歡有被欺騙的感覺 那比如說他們 對任何的事情 他都會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 比如說呢 這個比如說食物安全好了 那麼這個什麼樣的食物呢 才是適合自己身體的健康 那麼什麼樣的食物 可能有一些這個食物的添加劑 或什麼樣的一些這個 這個食物的材質 可能會有害身體 他都會弄得非常的清楚 以確保自己呢 在飲食上面 不會有受騙的現象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呢 把不懂事情弄懂的星座 是這個星座 天蠍座呢 也是如此的 來天蠍座呢 他是要活出自己的價值 他討厭這種混混噩噩的人生 所以在人生發展當中的各種歷程 他呢都會呢 希望自己能夠把所有的 不理解的事情能夠弄懂 比如說他並不是這個專業的 但是他因為一些工作需要 或者是說面臨到一些事情 他需要來了解這個事情的話 他就會呢去認真地去下功課 來把這個事情搞懂 那他覺得說搞懂以後呢 就能夠提升到自己的新的能力 也是一種活出自我價值的感覺 他覺得混混噩噩的人生呢 並不是這麼樣的精彩 所以呢有上榜的朋友呢 水明座 處女座 天蠍座 在生活當中遇到不懂的事情 他們都願意花時間 或是去請教別人 把事情弄懂 來活出自己新的人生 以上呢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好 來我們 我們看到最近這個 超紅的山道猴子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問題 他們心裡面真正的狀況 我們這邊問尤律師說 有一個年輕人被網友詐騙 後來投訴我們 對啊 其實 投資這個絕對零風險 為什麼 因為AI一定會去抓高 賣高 買低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會賺反 真的慢慢他就陷下去 下去之後他就怎麼樣 他介紹開始拉 拉得清風好久 對 拉弟弟 拉哥哥 甚至拉爸媽 那是幾年 拉了大概集資了三百萬 甚至自己還去借信貸 自己也去借信貸 我們這邊問尤律師說 有一個年輕人被網友詐騙 後來投訴我們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 那怎麼講 剛剛遇峰哥有講說 零元買房 現在很多詐騙是 零風險投資 我這個當然是這樣 對 網路 跳出來 對 他就是 他在網路上就認識一個網友 那網友現在 現在詐騙集團 我覺得他們也很厲害 為什麼 他們很有耐心 他們會一直跟你續航問暖 對啊 大概三個月以上 讓你慢慢的放下那個借信 我也覺得現在很多人是奇怪 你是有多寂寞 一天的你哪那麼欠人 人家跟你虛寒問暖 很多人這裡很難 要不然你幹嘛 那個吃播 你說直播吃播 對啊 那就看熱鬧就好啦 可是那個私訊的 你今天 今天過得好嗎 台風要來喔 加一件衣服 等一下 你自己不要穿衣服 對啊 我就想說 他們真的是很用心 我對我爸媽 都沒這麼孝順 對啊 早安 午安 晚安 然後睡前要 甚至可以聊工作的事情 所以說我工作上 我那個網友 我那個客戶就說 他連工作上碰到的困難 他跟他哭訴 他還會想辦法幫他解決 好會幫他做一些工作 譬如說他做一些POP 要做PD 要簡報 那照片機器都好會幫他做 做得還很專業喔 那真的變朋友了 對 真的變朋友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見過面 沒有見過面 真的只有網路上 只有LINE在那邊 互傳訊息這樣子 結果三個月之後 網友就開始慢慢 跟他聊理財的事情 那現在流行什麼 像是AI的世代 對 他們現在就把AI這個名字灌進去 他說 我有一個網站 我有一個APP 他非常厲害 他是用AI自己去抓 他們做那個外匯的差價 就是說AI很厲害 他會去抓那個外匯 譬如說這個A的地方 他的外匯比較高 這個B的地方 外匯比較低 所以AI他們自己 就會去抓那個會差 所以他會說你這個投資這個 絕對零風險 為什麼 因為AI一定會去抓高 賣高 買低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會賺反 那個網友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真的有賺 可是他也害怕 所以一開始就先投個幾千塊 他們真的有那個 就給他一個APP 那個APP 網路APP 真的很厲害 他們紮幣系統會自己去做 做得跟真的一樣 你知道嗎 好像你真的在看盤 你知道嗎 所以每天都會有那些魚餌 譬如說今天 今天要結會 他可以賺多少錢 他每天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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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都賺 前面都賺 而且還真的也給你 也給你領出來的 那領出來是什麼 就給他虛擬貨幣 他也覺得我現在又 又踏入虛擬貨幣圈 我現在也在幣圈了一環 他就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 二十幾歲 覺得我現在也是那種 高科技產業的那種 金融高科技新貴投資 所以他就真的 慢慢他就陷下去 下去之後他就怎麼樣 他就介紹開始拉 對 拉弟弟 拉哥哥 甚至拉爸媽一起進來 拉了大概集資了三百萬 甚至自己還去借信貸 自己也去借信貸 大概湊了三百萬 那湊進去之後 就出不來了 就出不來了 那個APP就自動關掉了 APP他的帳號就被 他的帳號再登也登不進去 所以真的要不... 他問我說怎麼辦 這真的全家大心肝耶 對 然後他爸媽就說 那個人到底是誰 那個到底是誰 那其實一開始 那個人還會 真的還會回他說 沒有啊 那個是總公司那邊 系統故障 所以那個APP現在暫停 他們在維修在升級 所以你現在登不進去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還要想再加碼嗎 你為什麼想加碼 你跟我講 當然這時候 就不可能加啦 因為我真的已經登不進去 都害怕了嘛 結果久而久之 那個帳號就沒有再回了 然後那個APP 就再也登不進去 那怎麼辦啊 沒辦法 那真的沒辦法 因為他們當初投 也是用虛擬貨幣去投 投進去 那真的已經要不回來 因為現在虛擬貨幣 找不到那個路徑 所以這個找律師也沒有用 沒有辦法 這抓不到啊 因為他們那個APP 都架到海外啊 你根本就抓不到啊 連律師都沒有辦法 幫我們深淵了 那我們只好 從自己開始做起 好不好 來 請教一下陳冠宇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人不再吃虧上蕩 吃虧上蕩太多了嘛 因為現在詐騙集團 那個無所不用其擠啊 夕陽溫暖 剛剛那個夕陽溫暖太多了 我在今年年初 一個客戶 她本身就每天就有一個美女 你跟她虛寒問了 她老婆說 你真的每天注意她 開車也在回啊 我從早問她 完了有沒有睡覺 沒有 你現在在幹什麼 都問了 今天晚上吃什麼 結果到最後 客戶幾歲 也六十幾歲了 六十幾歲 可能是桃花孕 但是有看到女兒 這麼漂亮 那麼多送給她 常常會傳那個美女給她 她自己 就是她當著現在在幹什麼 下面給她 她都是明星 一看就是明星 但是她沒有那種 沒有去注意明星的長相 所以就說 就真的那麼漂亮 完蛋了 全家去再匯出去 到香港的時候 一錢一匯出去 五百萬 五百萬一匯出去以後 這個APP全部都關掉了 賴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會吃虧 會被騙上當 就一定有她的原因 所以一定要怎麼做 以前我跟她去 叫她們做的時候 像這個客戶她 我叫她做的時候 她會覺得 還不錯 她老婆不相信 但她不相信 她等於說 還不錯 你叫她說 這裡要擺什麼風水 這要怎麼做 她絕對不相信這些東西 但到最後 真的碰上 是她被騙 對不對 所以說可以讓人 不再吃虧上當的風水擺設 我建議最簡單 像這個我以前都叫她說 你就擺她當裝飾品 但她不願意 到最後就這樣 所以到最後 不得不現在家她就擺了 所以說 宰屋的客廳擺有兄弟登高 各自努力 步步高升 這個三個樓梯 三個樓梯在這個地方 它掛的都是一個吉祥的東西 這個吉祥 吉祥的字 招財敬寶 聚寶盆 都搞到這個地方 步步高升都在這裡 這個叫做天地人 所以有高有低 三個這一層 所以代表我們每個人 兄弟 我們不要管別人 別人叫我做什麼 我都不願意說 就像賭英雄一哥一樣 他這麼保守一樣 我說不要去想要貪 那你這樣 不貪兄弟 為什麼叫做兄弟登高 各自努力 因為我高度 你的高度 各自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好好的爬樓梯往上就好 所以按部就班了走 相信你這一輩子 你的思緒裡面 就會被這種能量的東西 把你引導到一個陣土 所以你的正能量在導 誘導了你 你就不會被騙 所以自然而來 你就不會上當 所以說這個在家裡面 你能夠在你家的客廳 因為客廳你每天都在時間 待了最長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 你有看到這個圖騰 你自然而來 你就不會被誘惑了 所以自然就改變了人生了 所以不會被騙 上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看 宰屋要怎麼做的 在宰屋的門口 擺有極象如意 你看象 尤其有家像泰國 最多人 只要他們擺極象 都門口裡面 常常常可以看到有象 所以用象如意 象極象 象就它可以避寫 所以你擺在家的門口 就有一些無鬼小人 或是想要來騙你的詐騙 就是為了誘惑你的這些 自然而來你有象 它就擋在 就是無象 叫做婉親戒助 它把你攔掉了 所以不會有那些婉親戒助 上次被騙人都沒關係 拜才去騙就好 這次不用騙 我們這次把它收掉了 現在先鎖住為重要 所以說把象擺在我們門口 就可以當成一個過濾這些 冤親在無象界 會傷害我們那些能量 等於說你這無象界就是 上輩子欠人 現在要給他討 我們把他撞掉 都研究都不用騙 保平安 那如意就是代表 我能夠過得很舒服 過得很安定 很如意的過日子 所以說在家裡面 小小一個風水的擺設 相信對我們一個家庭裡面 所有的人都會有幫助 所以擺在門口是 關乎於前家人 擺在客廳做步步高升 也是代表住在裡面 前家人的運勢 都會這種正能量 把你引導到一個正途 你就不會去貪心 不會去被騙 不會被用厚 這自然而然 你不會上當 那自然就把你的錢 才完全留守住了 所以這些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來 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最有冠軍項 好 我們要五 八 六 四 九 五 二 三 四 三 九 七 二 一 零 六 七 九 五 一 來 講到投資理財還是要學一下 對 不管是保守的還是積極型的 我們這邊問一下江老師 年輕人要怎麼樣投資理財 比較實在 好 那我們講到投資理財 它其實包含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要有錢 可以理 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巧富難為 五米之吹 如果你一個月薪水 真的只有三萬塊 我覺得不太有錢可以理 那有沒有那種 零元投資 零元當衝 好 零元也要一八米 對 對 正確 那所以沒有錢 你可以去打工 加班 兼差 然後斜槓做副業 那如果說我們 例如說我可以 讓我的收入從三萬元 變成四萬元 我是不是就多一萬元了 但是這一萬元 不能跟三道猴子一樣 我去改車 然後買車 或者是吃喝玩樂買包包 不是 買BMW可以嗎 不行 模型車好了 那幫女朋友買禮物可以嗎 這個我可能要問一下律師 要不要寫契約 因為可能會拿不回來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這樣會交不到女朋友 對 那所以你看 如果我多了一萬塊錢 那我去打工了 我花錢的時間又減少 那是說不定 我還可以存到更多錢 第二個我們就要講到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孔子說 你年輕人 你叫他不要去投機 不要去炒短線 我覺得有一點難 但是如果投機 炒短線 我把我的錢全部賠光光了 又會引發財務的危機 那所以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我們進可攻退可守 那我去不同的證券 或者是分行 我開兩個獨立的賬戶 就兩個喔 那我一半的收入 我一半的錢 我就專門做來 拿來做短線炒股 投機的 那另外一個 我就做中長期的投資 或者是純股 那我們過了一段時間 舉例來講 可能一年或兩年 我讓數字績效來說話 這最客觀啦 如果說我做短線 我十拿九穩 我績效斐然 那我就把我短線的 這個帳戶的金額 提高為七成 中長期的降為三成 但是如果你發現 我真的一下子賺很多 一不小心連本帶利 全部通通都被養成 那你把這個 那你把這個 短線的金額 降低為三成 那我覺得 總而言之 就是投資 其實我們要 持續地學習 然後你要知道 什麼適合你自己 那投資這條道路 你就可以走得很穩 走得很長 而且可以賺到錢 而且年輕人 比較可能不懂 不適合短期投資 可是你跟他講 他講不聽 那時候我就說 分開兩個 很乾淨 你就可以自己去評估 你不要講 你不知道 我前天碰到年輕人 他真的是前一陣 還是去年說流行什麼 大學生都在炒股 對 真的有人是這樣子 短期進出 他到了 誰跟他講 還是自己評估 網路很多耶 網路都會跟你講說 我聽到真人跟我 聊這個事情 年輕人聊這個事情 我才嚇一跳 我說 你這樣很危險耶 可是他們是有賺到一筆 兩三百萬 他們就是想說 一直跪 對 他就想說 後面他可以一直跪 可是通常這個 一不小心就全部拖回去 對啊 人家那個很精明的 都不大會操作了 他好會講 我說我跟你講 你現在要去買房 這邊不夠的 你去信貸 信貸怎麼樣借 那個趴數到時候 用房貸趕快去把信貸還掉 怎麼樣轉 他就說 怎麼這麼厲害 這個其實很多年輕人 就是有一個迷思 他們就覺得說 本小力要大 那就是要很 all in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全部把它弄進去 那當然我們身邊也有朋友 就是去年 就是航海王 一直滾上去 然後呢 如果你有順利下車的話 那都是二三十倍的獲利 然後今年 沒下車咧 沒下車就是海上暈滾 海上暈滾 對啊 然後今年 如果你有下車的 你今年在AI再滾上去 又是三四十倍 那如果你沒有下車的 你AI就變BI 總共一句要有財運 對不對 該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但是我們先來看 我們未來這個位 有沒有冠軍項 好不好 來 數字測驗 你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最有冠軍項 好 我們要五八六四 九五二三 四三九七 二一零六 七九五一 來 游律師 我選二一零六 二一零六 好 我要九五二三 九五二三 我要七九五一 七九五一 五一到五一 四三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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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二三 好 來 預備 你再兩一次 再一次 我很緊張 來 觀眾朋友 五八六四 九五二三 四三九七 二一零六 七九五一 好 一二三 二一零六 你四三九七 我二一零六 跟陳冠儀老師一樣 來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 最有冠軍項 好 我們來看看 未來一個月 到底我在哪一方面 是最有冠軍項的 我們就 現場沒有人選的是 五八六四 那我們就先開五八六四 萬一這個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在哪一方面 是最有冠軍項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 立真上有生殖家庭 就是工作上面 最有冠軍項 因為工作很順利 你很努力 很立真上有 但是老闆看到了 重點是老闆看到了 因為老闆看到了 所以他就會要 網絡你這個人才 所以他就會幫你 升職加薪 所以說你在工作上面 雖然很辛苦 但是最有冠軍項 就是最能夠 爬到高點 那我們再來看看 七九五一 七九五一是 五夜五夜 風哥 一封閒 這五夜五一 我們看到沒有寫的 我們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最有冠軍項 好 很厲害 對不對 貴人提携 有財有錢 就是貴人方面 最有冠軍項 是喔 謝謝篤霖哥 因為你的貴人硬強 所以走到哪裡 有任何困難的時候 貴人都會跑出來 來提携你 所以因為這樣子 說一說在你的生活上面 各方面你都會非常的順利 非常的順暢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能夠得心應手 那當然就是要財有財 要錢有錢 所以就相當的不錯 我們再來看看2106 2106是由律師選的 還有 那個 還有我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最有冠軍項的 人氣旺盛 混濕滿滿是 人技方面最有冠軍項 直播 對 因為人氣很旺盛 所以你的混濕量 是倍量在增加 所以說 只要你一直播 一分享 就有很多人來引起很大的回響 跟熱烈的回應 沒有啦 大家就來看我們吃白糖 所以有大批的粉絲網友 跟你引起共鳴 所以說掀起一般的討論的熱潮 所以說是在人技關係方面 最有冠軍項 臉書請看 找何篤玲粉絲頁 按讚 按分享 按最愛的搶先看喔 再來我們看看4397 4397是 我跟陳老師選的 還有就雅蘭選的 那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是在哪一番最有冠軍項 真愛藍型換手一搏 就是愛情方面最有冠軍項 那愛情有時候包括友情也是 都是在愛情方面 就是說有可能你的感情是空白的 有機會出現你心儀的對象 那或是說你的感情是處在那個 很曖昧又很尷尬的立場 那可能就是有機會 讓你有表白的這個機會 所以說絕對一定要好好的 把握出這個好的契機 因為畢竟真愛男行 好的那個人才 好的愛人不太容易 所以說一定要把握住 對 所以說是 真愛藍型換手一搏 真愛情方面最有冠軍項 我比較好奇那個 冠軍老師的真愛是誰 飲心到最後 對 那現在 真愛才是最愛的 健康啦 對 健康也是 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9523 9523是 老師選的還有那個 艾惠爾老師 艾惠爾老師選的 看你到底在哪一方面 最有冠軍項 投資最有冠軍項 所以說投資理財方面 是最順手的 好的投資機會 投資機會已經出現了 所以能夠看準這個機會 小投資就能夠賺大錢 獲利百分百 賺到一波又一波的 行情的那個獲利 所以說是投資大豐收 那個投資理財方面 是得到冠軍項的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謝謝IT 謝謝提醒大家 投資真的要注意 要小心 沒有那個0元買房 0元貸款 0元殺毀的啦 沒有投資的 感謝你的收看 要注意喔 拜拜